第1236章 全部都死 给我死 我就不信了 叶少的脸色终于开始疯狂了起来 枪间疯狂的喷吐着枪芒 震碎了虚空 一枪疯狂的出手 叶少也被叶西文逼到了绝路 原因无他 因为他输不起了 他很清楚 在这个叶家的执法天狱之中 虽然叶家的弟子被孤立了 但是叶家在其中的力量非常的恐怖 更重要的是 他非常清楚 实际上 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叶家圈养的蛊虫 为了锻炼这些叶家的天才 虽然有很多叶家的天才 也因为这些锻炼而陨落 但是在叶家的高层看来 哪怕死了十个 但是能够走出一个 那也是值得的 虽然这很残忍 但是站在高层的角度 那就是要为叶家的整体发展考虑 他因为也曾经是其中一员 所以非常的清楚 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一旦真的将叶家上下都激怒了 那么执法天狱中的这些人 一个都别想活 即便被屠戮的一个不剩 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叶家每时每刻都会抓到许多犯罪的人 用不了多少年 又会有大批的犯人被投入进来 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 所以他才会进来之后 大量的屠戮这些以前的同族 原因无他 因为他要在短时间内取得极大的进步 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逃出去做准备 虽然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但是他还是想要尝试一下 否则心里也不会甘心 他现在也不过是一千岁上下 完全无法想象 以后的几千年都要生活在执法天狱之中 担心受怕的日子 与其那样还不如拼一把 但是无论如何 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将修为提升上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渐渐老去 他连雄心壮志都会被磨平 那样就真的没机会了 现在在执法天狱之中赫赫有名的那些人 有哪一个不是日子 曾经在外面叱咤风云 但是现在 在这里 却只能是守着自己的一模三分地上 过着自己的日子 想到那样的日子 他心里就异常的恐惧 自己绝对不要变成这样子 他的枪法不知道从哪一个古老的传承之中学习的 恐怖的枪芒将叶西文笼罩 简直要令人窒息 瞬间突刺而出 他的枪芒穿破长空 带着巨大的颤鸣声 简直拥有难以想象的魔力 附加这无数的法则的力量 那声音尖锐的让人耳膜都能生生自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叶西文瞬间动了 他的身体之中一阵龙吟之声声腾而起 他的手掌之上泛着金光 然后彻底抓了出去 大秦龙宫 这一门天阶的功法在叶西文的手上 发挥出了难以想象的威力 和之前又是截然不同的 小城和没有 小城简直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一般 他的大手瞬间抓向了枪芒之中 轰隆 枪芒和叶西文的大手发生了恐怖的碰撞 无数的枪芒和龙器直接席卷了开来 卡拉 那无尽的枪芒在僵持之中 直接被叶西文的大手生生抓灭 然后叶西文的大手化成龙爪 直接抓到了长枪之上 卡拉 卡拉 叶绍的地阶法器长枪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点一点的碎裂掉了 这是什么功法 怎么如此的恐怖 居然连地阶法器都能直接抓碎了 叶绍身后有些人简直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叶绍的实力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 真是恐怖至极的肉身呢 关键还是在这肉身上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炼体功法 简直就是魔神一般 许多人都差点吓傻掉了 就算是叶千赫他们也难以接受 根本不敢相信叶西文 能够一把将一把地阶法器都给生生抓猎了 虽然他是比斗大会的冠军 但是 这也太恐怖了点吧 而在这个时候 叶绍也终于明白这个 以法向敬四重天的境界 居然能够夺得比斗大会冠军的家伙 到底有多么的恐怖了 远远不只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甚至比起他们想象的还要恐怖 不是叶家的水平在下降 而是他太过恐怖了 快撤 今天我们杀不了他们了 等以后再找机会 叶绍非常果决 决定围杀叶千赫的时候果决之极 但是同样的 在见到是不可为的时候 也是果断的选择离开 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如果只是叶千赫一个的话 他真的是在劫难逃 但是如果算上一个叶西文的话 那么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 别说叶西文的实力如此恐怖 就算只是和叶千赫持平 也不是他们能够轻松吃下的 现在 在海西罢鬼更是在叶西文手上中创 以他们的阵容也只能先撤退了 难道就这么算了 我的手臂啊 海西罢鬼不甘心的吼道 不甘心 那你就自己留下吧 叶绍说着 直接转头就走 根本没有在乎这个刚才还并肩作战的战友 心狠手辣 无情之急 你海西罢鬼被叶绍的无情给气到了 但是如果换了是他的话 也会选择如此的 只是刚才被叶西文斩断一条手臂 这回儿子气正不顺呢 叶西文 留下他们 这些人都是我们叶家的祸害 叶千赫连忙喊道 这个时候 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要将管家老手留下来 这个时候 管家老手已经没有了刚才的那种轻松了 他的两个同伴都走了 留下来的话 就真的要死路一条了 但是没有办法 叶千赫的实力虽然比他要差一些 但是他也不能完全压过叶千赫 不然刚才叶千赫就被击败了 叶千赫实力虽然不如他 但是如果只是想要将他拖住 还是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滚开 管家老手身上青铜色的颜色越发的浓重了起来 发须纷飞 但是他无论怎么攻击 都会被叶千赫拦下来 叶千赫在咬牙 双方都在硬撑 看看谁坚持不到最后 尤其是叶千赫更是要等到叶希文腾出手来 这样的话 这管家老手就死定了 相反的 管家老手则是拼了命的想逃脱身 如果等到叶希文脱身而出 会是什么下场他很清楚 而这个时候叶家子弟也奋力缠住了其他人 他们这个时候正是士气高昂的时候 原本还以为是死路一条 结果却没有想到 非但不是死路一条 现在还能够反击 原本他们的实力确实是不如这些人的 这些人虽然不如叶少三人 但是也都是个顶各的强者 不过好在他们只要将这些人缠住就可以了 因此也是很轻松的就将他们给拦下来了 想走都别走了 都留下来吧 叶希文冷笑一声 他现在也正是需要灵精的时候 之前为了修炼和推演 大秦龙宫已经将他身上的灵精给消耗了一个七七八八 而这些人也不知道掠夺了多少叶家子弟的人 这个时候 脑满肥肥的时候 叶希文怎么可能会将他们放走 直接一步跨出 挑戏 什么特异的功法, 只是一拳, 就能轰出恐怖的威力, 砰, 海西罢鬼当场肉身直接崩裂开来, 根本不是叶西文的对手, 惨死当场, 甚至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海西罢鬼的惨死没有让叶少停下脚步, 甚至让他加快了脚步, 瞬间直接消失在了天际, 但是叶西文能让他逃走吗? 根本不可能, 直接一把抓过海西罢鬼身体之中潜藏的财富, 然后已经跨出了一道金色的流光, 直接追上了叶少, 那些灵精被他当场直接从乾坤袋之中抽了出来, 然后熊熊燃烧成了无尽的灵气, 当场直接被叶西文吸收了进去, 这海西罢鬼的乾坤袋之中, 足足有三亿的灵精, 如果不是在执法天狱之中, 以他的实力, 只会拥有更多的灵精, 叶西文的实力几乎是在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下子拔高了一截了, 他已经跨入了法相境四重天, 还没有达到巅峰, 所以修行对他来说, 几乎是没有什么阻碍的, 这么吸收灵精, 粗暴, 会有很多的灵气被浪费掉, 但是却也是简单有效,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三亿的灵精几乎就是全部身家了, 只能一点一点的消耗, 但是对于叶西文来说, 这些都不算什么, 直接恨不得一口吞掉, 他需要提升实力, 需要的是时间, 其他的对他来说, 都不是什么问题, 大秦龙宫, 叶西文直接轰出了一道龙爪, 生生抓向了叶少, 和刚才相比叶西文的这一击, 简直恐怖到了极致, 他的实力和刚才相比, 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叶少见叶西文竟然直接一步追了上来, 顿时觉得有些亡魂大貌, 不敢相信叶西文的速度, 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办法, 直接当空抓出无尽的枪器, 凝聚成一柄长枪, 直接向叶西文的方向刺去, 给我破, 叶西文直接一个大喝, 那仓促一击打出的枪器, 直接被叶西文当场生生喝破, 砰, 大秦龙宫直接轰在了叶少的身上, 叶少惨叫一声, 直接被轰成邪恶, も行を行那Patrick, 叶少年号学さ在来, 就可能思考了自己会教� passé, 叶少神做香蕙,